日空一日中华館一小題大作 創作最多人作為優勤的世界紀錄 讓中华館因為這個活動名用世界 到現在中华館的藝術成績依然受到困難 一位住在奧地利維也納的土造家 之前特別來到中华 為中华的少少藝術和提供專業資的 來自希臘 目前住在奧地利維也納的 賣給你們土造家迪米奇卡拉康塔斯 是他就造家的新婚每年有百五點到兩百點的現場 大部分都是在歐洲 因為他對台灣土地有特別的感情 自日空一四年開始 每次都到台灣進行台書版基德跟現場 因為他知道中华館曾經以小題大作 14,645人的埋葬人合照 創作了今世世界紀錄 所以這次特別專程安排來到中华現場 並且基德館來愛人家的小小的音樂家 西藍籍的小提琴家 Dimitris Cantalus 他在西藍的時候 有看到中华館竟然有辦過四千多人的小提琴合作 所以他對這個很有興趣 剛才談他一次 他來到中华 他來到台灣 就問他的經紀人 說可以來中华看媽媽 就剛好這個因緣巧合的機會 這個因緣巧合 所以他全天帶來我們中华 看我們中华 現在小提琴的教育 把人家是沒聽到的 所以今天就有這個榮幸 讓我們的小孩跟中华館民 聽到這麼好精采的演出 音樂是世界儀言 在音樂的世界中是無分國家到精準 這次中华館音樂夠有發展文化 竟然會邀請到音樂新東 迪米奇卡拉康塔斯來到中华 讓中华的小朋友 可以欠修在音樂的世界中 新中华新聞 白明臨 中华彩虹報道 中华 permite 中华快樂 中华和水 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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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